三個代曉得 那一般來說 他只能回到三個 因為你在回去以後 你的三個就是你幫他按一按 所以就等於 就等於你的遙控器按 回去上一台是一樣的 你不然他就是用比較大的兩台直接跳一跳去 然後大家試試看在目的裡面一動 然後大家不要忘記了 就是你落入有時候輸入出來的時候 記得按Tab 可以把那個落入裡面一直提起 這樣就不用輸入那麼完整 這有時候 你們試試看 不知道有什麼行 這樣 就這樣 好 謝謝 那我想大家一定會很疑惑 為什麼特殊路徑這東西叫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以前的鍵盤 在1975年的鍵盤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他的Home事實上就是波浪 在那個年代 在這裡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很古老的東西 所以這個機子被留下來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他的上架只有H, J, K, M 那我們後面會介紹的 VI游覽器 就是VI這個變成器 他的移動事實上也是用這個東西 就是這樣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講下去了 再來 在INER上面 或是U0是這個環境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檔案 那既然是檔案呢 你對它就會有兩個動作 一個叫做讀 一個是寫 那如果今天這個東西 是一個輸入的東西 那事實上它就是只能有 只能有 如果它是一個輸入的東西 比如說建檔花束 那當然你對它寫的就可以了 但是你可以從它那邊去讀 它的動作 那如果是一目的話 你對它去讀 一意就不到 但是你可以對它做寫讀 好 那我們這邊來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Demo 比如說呢 比如說我這邊再開另外一個Share 好 然後 這個時候我按W 就可以看到 我其實有兩個Share 一個Share我剛剛執行的是W 一個Share執行的是Bash 就是剛剛這個 那這個時候呢 我再看Demo底下 Demo底下 的Demo 我可以看到 除了很多人 我可以 S 這邊 S也有001 對吧 對 001還有001 就這樣 那 剛可以看到我這邊有S00 剛好用 對應上去 那一個執行的大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現在 那另外一個就是另外一個 那我可以做什麼呢 我可以Echo 像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什麼時候 有出現 但是我這邊就跳出來了 好 好不好 看在這裡 所以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對別的縱端器做寫入 然後 像這樣子 這邊有沒有跳出來 有沒有 可以 對 你可以下人 但是事實上 他 他 他其實跟他也是空的啊 他只是有奧骨頭 但是他並沒有真的輸入 所以 只是下人而已 所以有人會說 就是可以下人 像這樣子 然後對方就會被嚇到 對 然後事實上 怎麼都沒有 這個命令千萬不要適 拜託千萬不要適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把 你根部錄底下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砍掉 然後 這個是Linus 他會假定 你是 稍微知道 管理的人 我會想Windows 像Windows 你要Formator 他絕對會阻止你 沒有錯 沒有錯 另外一個是讓他不會阻止你 然後 而且他會照順序砍 他砍下去 第一個是什麼 部錄呢 第一個是 final人員部錄 還有 boot 然後你就連開機都不行 然後連fs也不行 然後就擺了 拜託啦 我曾經 做過一次類似的事情 那一次是因為我 我幹了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哇 根部錄底下去還有一個根部錄 我要不要把那個根部錄砍掉 所以就 錯了 然後機器就再寫你了 好 那有時候我們想要知道這個檔是什麼 比如說大家剛剛看到 這個DVTTY S00 他眼色其實很習慣 大家可以看到他遊戲形成很習慣 那這是為什麼呢 事實上因為他是一個不一樣檔 我們可以用File這個命令來看一下 好 他是 那其實這就是裝置檔的其中的一種 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底下其實有很多東西 那除了 PTY以外還有像FileSystem Disk 啊 硬碟啊 那Disk你不要亂寫入 可能寫入以後 他也是乖乖照著你所有去寫的 然後就會把你的檔系都可以回掉 然後還有很多 我們搭控板 還有很多 像有時候 在NNN3那邊的話 會出現Keyboard 帽子 就是畫素這種東西 那除了File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剛才大家提到的 File 像我們可以看 File 並 Ls 就是看到他是一個執行檔 那像我們剛才 做的這些檔案呢 他其實就是 空的檔案 空檔 那 我們來看看單除是這邊 這邊 這邊有一個明明 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一個 Tex 而且你可以把 File Direct 放這樣子 他可以試一下 File B Ls 這樣子 Tex File Vile C Tex File C C Vile C C 那接下來呢,既然是外部是檔案,我們也會有檔案相應的指令 比如說像是剛才看到Touch Touch事實上其實是去改變它的一個時間錯誤 比如說我控一下,然後它的時間錯誤可能現在這樣子 但是如果這個檔案不存在的時候,它會把它建議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man Change the file access and modification times 然後如果說 If any file does not exist, it will create the default permission 它會用這個選線去拍一拍 那除了Touch以外呢 RM也是一個方式,比如說這個地方有點危險 到一場的 比如說剛才好幾個檔案,可以用RM A C 要把它砍掉 要看到A C已經不見了,就被我砍掉了 然後VVV,這樣子 就被我砍掉了 然後,如果我要砍掉整個目錄的話 比如說我 我如果今天要建一個目錄是MKVI 然後VVV,這樣子就建一個目錄 對 那如果我直接用RM個方式去對PP的話 它會說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目錄的,所以沒辦法砍它 所以我們在前面要加上一件 這這樣子它會把它劈掉 可以來看一下 不见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地方它就会写 比如说你如果只是 比如这个R 它就是等于这个R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摸录底下保管 它有什么H都给它弹掉 那 大家常看到的-F是什么意思呢 -F事实上就是不要 不要再问你们 不要再问你是不是确认 为什么会问确认 比如说我们重新在 R 移动过去R 然后我们里面 会看到好几个 那我们如果这个时候 它 -R 它就会 诶 它们都会 因为它不是空的 对 我不是空那边会 诶 不是空的就会对 对啊 它不是空的啊 真的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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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放个地方 没有东西 诶 诶 要看你的记错了 对不起 诶 还是入路的呢 诶 有可能 诶 有可能 不可能 一般修理的 诶 这个 诶 不认不认可 诶 诶 诶 不认识 诶 诶 不知道 有个指定 就是 他可以依靠 不然吗 是剪拍之类的 棉帽 那一部 比如说 这样 됩니다 Message 咦 挺卡的 他就會問了 像這樣子 就是是不是要 進去這個無辜一次 玩 然後是不是 就是從這個膽外 不一定會找人外 是一直有膽外 這樣子 那這就是剪的 他就會進入無辜 然後一個一個去卡 那如果裡面還有的話 他就會再一個一個進 所以 通常到最後就會覺得很煩 所以再加一個剪刀服 然後就會有一些 一切就會有無聲無息的消失 然後你就發現世界很危險 那大家可以先試試看 好 請大家務必小心 看你不要煮得過來 MKDIR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MKDIR其實是創建一個 就是 Mac Directory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他其實有一個 特別有一個東西叫減P 減P的意思 就是他直接 下一個目錄 下一個目錄 下一個目通去建 比如說我 如果我這樣子的話 他會跟我說 因為 我沒有DIRP這個目錄 所以他不能建DIR14 那如果我這個目錄 這個層次執行的時候 加上減P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一切都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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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B進去 大家可以試試看 接下來就是 不要拿自己的電腦開玩笑喔 千萬不要做這個Alias 這是剛才 龍哥推薦的 請 請大家可以 稍微想一下 如果你做了這件事情 會發生什麼事情 CV想切到哪個目錄呢 就把目錄也砍掉 因為太過分了 所以我們一下子過去 請大家千萬不要做這件事情 那 除了 砍目錄 動目錄以外 我們很安靜過去 對檔案做閱讀 那閱讀的話 我們 一般來說 有一個名字叫CAT CAT 他會把這個 檔案的內容 全部都讀出來 像這樣子 然後你按Shift上 Ctrl Shift 你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那如果在命令念裡面的話 我記得是 PageUp跟PageDown 可以去 可以去 Shift、PageUp跟PageDown 可以去 往上跟往下看 那當然如果檔案太長的話 你的腫瘡機容不下去 他就會被截斷 你就剩下後面的肌份 那所以後來就有人希望 可以一次看你斷就好 所以就有個東西叫Mo 他就是看讀到一半 他就告訴你他現在還有25% 然後請你按碰環境 你可以回家 那結果 但結果是他有個問題 就是他沒有辦法往上跑 就是不能往上跑 所以一看往上那個東西 如果你不記得 就掰掰了 所以後來又有人覺得 如果這樣太多了 就 加入個S 那再吃這個東西 就健康很多 可以往上可以往下 可以往上可以往下 然後你還可以搜尋指定的東西 就是按斜線 就跟 有用用BBS吧 就跟BBS一樣 BOX 你能看到他把它點出來 然後按N 就可以跳下一個關鍵字 大寫N 往上跳 大家試試看 Can't more less 如果你們 試用Linux 然後裡面沒有MP 或什麼的話 或者是用Mac 的話 你可以跳到ETC 這個檔案底下 然後隨便找我檔案去看 像 S 像這樣子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然後 請注意信號不要去改他 因為我不知道改了 電腦會怎麼用 可以 好 大家試試看 Can't more not less 那既然可以讀檔案 在有時候我們會希望 可以對讀出來的自傳去做處理 那這個時候會比較建議用Cat這個東西 因為他會直接把裡面的東西都移到終關機上面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利用 比如說Cat 或Brip 這個東西來做處理 那Brip的話 其實它是用 它有一個RE嘛 事實上它是用 Vegular Express 就是 就是 那你該怎麼做 像中國跟台灣的翻牌不太一樣 好像中國跟台灣的翻牌不太一樣 反正它是一種 自傳匹配的一個方式 然後 你可以看到裡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不過一般我們比較常做的是 直接把那個自傳丟進去 比如說 我在這個地方 我想要找SSHD相關的東西 我可以直接把它丟出來 Cripp 它就會列出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也會有 那比如說呢 我是想要讀檔案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把 然後 然後 讀出來 然後 Cripp Box 可以看到 它特別把它彪出來 有不同的顏色 一般來說 如果你用的是Linux的話 它都會彪紅色 然後 我不知道 為什麼你要彪灰色 或者看得不清楚 然後 你可以叫它把這些 有Box的 那幾行的 給它撈出來 然後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希望知道這些行數 以空白相隔 第三檔是做什麼 那我可以再 繼續對它做主題 比如說 用Card 減D 代表我希望用哪個東西來做分別 D 然後 減F是表示我是要哪一個 Fill 有的第三檔 大家可以看到 那這裡 Developed is In a Space 就是 Nitra 還有 像這樣子 那當然 這幾個命令你都可以去 Man它 比如說 Card 然後 他就會拿 Card 減D 是用哪個東西來做 Fill 的 Delimeter 然後 Fill 是定級的 那通常 你在 一般來說 在 很多時候 讀Config 這都是很好用的東西 比如說像是 看 看 下 有沒有 看 比如說像 host 這個檔案 你可以看到它 前面都會有個 紅色 所以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可以把前面的 IP 列全都包出來 像這個樣子 大家來試試看吧 先稍微介紹一下 中間這一個 樹的這一列 代表的是 串接的因子 它會把前面這個東西 它所流到的東西 丟給紅色 這個東西來處理 最後再由後面這個層次把它變出來 後面我們會做高度的層次 接下來 接下來 讓更深入一點 編輯檔案 那一般來說 如果你用的是Linux的話 預設的編輯器是nano 那nano 我們還是 一定要先檢查一下 另外不然 有時候你遇到的時候 你會不會喜歡的腳亂 就說我們要將褲 先綁開 然後 有說到 不 坐這裡 不好意思 這個編輯器 其實就像 一般的那個 搭片和圖頭上常見的機器 總是一樣 就是你看到什麼 你想打什麼 都被它打上去 然後打完了以後呢 請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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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一個 EXID 它前面這個東西 代表是Ctrl S 所以就是Ctrl S 然後它就會問你 是不是要把它寫進去 然後如果是none 它就是不行 Ctrl C 就是取消 取消 然後重新回答 那Ctrl S 不然 就會寫入 不然 只能看不寫入 不寫入 然後我們再來看它 就會發現這檔案已經被趕過了 好 那大家先玩玩看 等一下我們再去摸到 那我算是蠻常見的 就是 如果你接下來 可能會用到 比如說像Pink 在扛密的時候 它需要你編輯的時候 通常它們會開在none 出來 它們就是直接編輯 往Ctrl S 1 save 往none 出去 然後就ok了 可以的話建議我們先把那個 密備分出吧 等一下怎麼改它 都沒有問題 4P 怎麼叫4P 我幫你交易的密備 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複製一個檔案的話 請你用CP這個密備 像我們還用的 CP其實就是copy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個CP 它其實就是copy file 那如果說你要把整個 陌路都複製成 另外一個 那就是用-a 這個東西 那舉例來說呢 比如說要這裡 我要copy VMe 就是 像這樣子 前面這個是你想要copy的東西 最後你想要copy成來 那如果說我想要把它放到 WorldSpace裡面的話呢 我也可以用VMe 然後把 移到WorldSpace 那 相對於CP 就是複製以外 另外一個東西是移動 就是mv 像我可以用mv的方式 把它反過去 你看到這邊不見了 VMe不見了 這是rre 然後可以看到 WorldSpace 裡面 就多了一個VMe出來 然後可以再把 VMe 再翻出來 翻到 現在這個模擬點 看不到會 就這樣子 不好意思 請大家順便練習一下 好 那我們進入到下一道 下一個是vrre 可以的話 如果你今天是 如果你今天是 如果是 在Manchor 或是你是五方圖的話 請你先下一個指令 就是 apt-get-install 以來 等一下會比較順利一點 如果你是五方圖 然後你是開 虛擬機的 請你可以先下這個指令 然後輸入你的密碼 那如果你不吃的話 你可以先看看 現在的DI是很好的 比如說這樣 不取DI 它會很不錯 那 這個東西的話 在LS-L 你看到它是 到這裡 然後再去看看 那 可能到VI 還動實嗎 還是裝一下 哇 不能裝 有VI 一般來說 我們會在系統上面 想到把VIA 這樣就不會有 VIA 這樣就不會有很多問題 那如果你是 無方圖的話 無方圖 預設 會用一個 厭割版的VIA 然後你等一下用起來 會非常非常痛 因為 上下左右可能會跳一些 亂跑出來 就會不看見 但還不兼用VIA 這樣子 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VIA 怎麼用 基本上一樣就是 直接輸入檔裡面的後面 就可以打開來 那打開來這個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如果輸入它 其實好像都不太有懂 比如說我一直輸入 我一直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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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 剛才說它其實是有三個模式 它這三個模式呢 就是 在命運模式 和編輯的插入模式 還有 就是編輯模式 還有就是 呃 怎麼會叫編輯模式 奇怪 反正它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 一個是 你的 移動油無藥的模式 另外一個是 輸入一些特別的 指揮能力的模式 然後還有一個是 你正在編輯這個 兩個人的模式 那它切換的方式 一般來說 就是 輸入 IAO這些東西 就可以進入到 開始編輯裡面的東西 的模式 然後按ESC 就可以退回到 原來 你一些 移動油無藥 或者是 做一些特別的 設定的模式 那如果你要做 特別設定 就是按一下冒號 它會進入到一些 特別的設定 那我們這邊來 給大家做一個示範 像在這邊嗎 比如說 我要進入到特別的輸入 就是 先輸入W 你可以看這邊出現的冒號 W 那首先 必須要選好的是 W跟Q W代表是寫入 Q代表是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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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做過任何修改 那你如果做過任何修改 你按Q的時候 它會知道 你會給你寫入 這個時候 你如果要放棄不開的話 請按Q 再加寫入 這樣就可以順利的寫入 就是我強迫一定要 寫入 那如果說 我今天做了一些編輯 比如說 123 123 然後 我可以按操入 來做寫入 然後 有的時候 會出現全線不可以寫入 然後 所以你也可以用W加探號 那這個時候 它會做什麼呢 如果你有全線的話 它可能會把那個檔案先砍掉 然後用你的全線再建立一個 所以 盡量不要用W探號 盡量用W就可以了 如果不能寫的話 就檢查你的全線 因為全線有時候 有些系統安全 然後如果你要寫入 加退出 就是 那我要編輯的話 要怎麼辦呢 編輯的話 它基本上 它是有 I M A O 這三個模式 然後 便利一把插 就把插 還可以 也能感覺下去 我會不會 謝謝 我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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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就是一色 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我游標在這個地方 我如果輸入I的話 我會從這個地方採用 我如果輸入是大寫的I 它會跑到最開口 小寫I 就是大寫I 如果我輸入的是A 小寫的A 然後在這裡 大寫的A會跑到什麼A 然後呢如果我輸入的是小寫的O 它會出現在 我記得我做的話應該是 下一行就可能要試一下不好意思 有一個是小寫的一個是大寫的 一個是 輸入在下一行那是輸入上一行 給它我試一下 小寫O是下一行 大寫的是上一行 然後 進去以後就可以 就是像平常這樣編輯 然後編輯完的話 你會按ESC跳到命令模式 然後換號到VQ 請大家先編輯 一般來說 VIM 如果你真的完全不熟 只要記得 按I繼續編輯 然後編輯完 ESC 帽號到VQ 就好了 然後請大家要熟悉VIM 因為VIM 通常是 這就是音樂系統上最常見的音樂之一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 講一點比較好玩的東西 有沒有 如果你的 有沒有人 那個 用VI 然後進入 編輯模式的時候 按上下左右 會亂跳 有嗎 沒有的話 他就會繼續 那我們其實 電腦上會有很多 的設定 譬如說 這邊的 比如說VI 你們看到這邊其實還有各種不同顏色 然後你可能會發現 有的人VI是沒有這些顏色的 那事實上他其實就是 迷你模式的一種 比如說 Cintax 我可以把後 做回來 然後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Cintax 在 就打開 然後呢 除了這個以外呢 他會有很多 比如說像 SET NU 他就會在寫 假賞號 然後 SET NO NU 他就會把 然後 打掉 還有一個 蠻常用的 然後還有一個 如果你們常常會使用 複製貼帳的話 他會有東西叫 SET PASS SET SET 就表示他進入貼上什麼的事 因為 有時候 你的 你的 VI可能會射上 Auto Edit 就是 Auto Edit 是AI 這個 Auto Edit 那如果射上這個會有怎麼樣呢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按Tab 就是有時候我們寫程式會 一行行縮盤 那我 接下 按Tab的時候他會只能把我縮盤 我就不用一個人去輸入 那可是呢如果我在貼上的時候 如果這個縮盤 他可能就會 噗噗噗噗噗噗 風會一路縮過去 然後就會亂掉 所以如果有這個PASS 代表他貼上的時候他不會 去讓你變成這個自動縮盤 然後都在 SET PASS 把它關掉 這個就在 在進入編輯的時候 就 不利 關掉 然後呢 他有一個特別是 Highline Search 就是 SET HL SBAL SCH 那他有什麼特色呢 比如說 大家還親記得 剛才我用LESS的時候 可以用寫線球搜尋 這個搜尋在VR裡面 一模一樣可以做的 比如說PSE 大家可以看到 找到幾個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 不要在上面 這裡 可是其實很不清楚 那我可以用 SET 他讓他搜尋 這時候可以看到 他把他刀掉出來 就是他一本 合色 然後大家先練習一下 這部分吧 好 你知道這個地方我記得 以前上班就上了兩個小時 結果到做完仔細的 他很愛進去電子 可以請問 有一點需求 因為我現在有時候 可能在看人事好的時候 我會想要 我會想要拍來 真的 但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 看自己在哪裡 我就讓他那個 心好 心靠你的 但他比較想 我會想要 我會想要 按上面再按 對 我就是要按 你還要再按 按再按回去 就是還在那裡去 對 對 這邊應該可以去看一下 有一些 往上有些壓 然後實力度壓 比較 對 我們先看一下 應該有人 可以讓我們去學 他可以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偶爾也為了他出口書 不知道VI圈應該提一下 就是 在幽靈的世界 有一場非常有名的大戰 就是VI和VMX這兩套編輯器 這兩套編輯器 其實都受分 受死的東西 然後 所以有很多人 就會下去改他 然後 越改他們就會越多 然後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E-MAX好像可以去掛DBS 掛 然後還可以長 如果就變成作業系統 然後VI也是差不多 就 他們兩個都變成一個 非常可以過載的東西 那VI還在裡面算是速度比較快 VIMAX的特色就是他可以 他可能 開起來的時候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他 通通都載不到記憶裡面 因為他速度很快 那 不過他的缺點就是 他會需要很多按Ctrl的動作 所以你的小字頭就會 關到這邊去 對 那其實 這不是他的問題 因為以前的Ctrl 位置其實是你們現在的切換大小寫的 那是以前的Ctrl的位置 那現在把他改到為了一個 為了整個小寫的地方 有玩過CS的人 都很清楚 然後後來為了 為了應付這個混淆 有一些工程師 特別開發了一個腳踏板 踩下去就是躺桌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 一按除了這個以外 他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 他有一個東西 算是蠻好用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呢 我在這個地方輸入 PS 然後我按Ctrl 按 他就會跳出來 會讓我選 這算是一個蠻好用的東西 不過他 他會偵測的是 你現在這個文件裡面有自傳 所以如果你這個文件 控補的話 他按住 你看 但是如果你有的話 這個補起來就還蠻好用的 像這個 我覺得我不會很麻煩 然後可以先來試試看 不過這是編輯模式 然後再一次印色的時候 才可以用Ctrl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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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旁邊顧著啊 所以影片該不會不見 不過我回去趁後不知道怎麼看 可是Google人家不知道怎麼看 可是Google人家不知道怎麼看 不覺得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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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發到他慢慢的 不然我發到他慢慢的 可是有時候你不想從中 他還是幫你 沒有辦法 好 那這個應該很棒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還有 大家記得剛剛這個影片嗎 有時候你會看到這個東西齁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東西呢 是因為他還在編輯的時候 就把他按跳出 然後他就出現一個swap檔案 擋個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 先我們 可以看到其實 其實他在這裡 點swap的檔案 那 當然你也可以去編輯看 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是 rump 他其實是一個備份的檔案 那通常可以的話 我會建議如果 確定不會用到的 他就把它砍掉 那不然的話 你每次問題他都會跳出來 那如果你想要回復的話 他這邊就會告訴你齁 如果你要回復的話 請你按 你是要用 因為他可能正在被編輯 所以你要用可爐的方式開啟呢 還是直接編輯 還是回復 或是散除 可以選擇 這樣完全可以上組 然後要做更大 那 在這個地方 除了我們常用的上下左右以外 大家還記得 剛才的鍵盤有 hjkl 你可以用hjkl 這個東西來做運動 那一般來說 我們一定很容易會忘記 hjkl 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健康上 事實上並沒有寫這些東西 那這是 以前老師教的一個 教的一個table 那 j k l l l是在最右邊嘛 所以l一定往右邊走 h加最左邊 所以往左邊走 j 往下 所以是往下 k 是往上 對 大家可以試試看 因為有的 有時候你如果 VRM是 tiny版的 你在編輯的時候 按上下左右 它會一直跳到馬出來 然後覺得很困難 那其實記得 用hjkl 移動不會這麼多 再來有時候我們移動的時候 除了這個上下左右以外 我們會希望可以用 更快的方式 比如說我想一下就跳到頭 跳到頭的話 請輸入 如果 假如這一行是文字的話 我要跳到頭 請按這一個 這一個 我不知道我裡面它 不好意思 然後如果你要移到最後面的話 請你按前字號 然後如果你要一個字一個字移動的話 請按dv 他可以用一個字一個字來移動 他可以用一個字一個字來移動 比如說呢 按 這個 往上 或是小箭頭 他會跳到最前面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按前字號 會跳到最後面 然後如果按w的話 他會跳到下一個字的字號 按dv它會往前跳 然後按大寫w 按p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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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如果想知道怎麼移動的話呢 世界上其實 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 會跟你講 像這邊就是一個移動的 像hjkl 是剛才提到的 然後next word是b w 前面有五個字是b 好 剛剛有字號 然後這個東西叫kp 然後是往前的 然後他有這個前字號 是往後面的 然後我要往後移五個字 5w 然後往上面移16行 16k 然後1g就是到d行 76g是到76行 大寫區 到最後面 好 這個也是大寫區 大家可以先練習一下移動模式 請記得是按esc的那個 不是在輸入模式喔 在輸入模式 按大會還會移動的話 他很難哭喔 然後我們再來講這下面的部分喔 再來他還有一個東西是 大家一定會想知道 變成上應該還要我剪下貼上這種東西吧 那基本上dd就是把這一行給剪下來 yy是把這一行給剪下來 然後按P就可以把它貼回去 那比如說呢我這邊 我只要滴滴這一行 它就會剪下來 然後按P它會貼到這一行的下面 如果要貼到這一行的上面 就拿大型的P 它就會貼在上面 一直按P它就一直貼上去 然後呢如果我用YY的話 它就是負貼這一行 然後按P 一樣 然後呢 剛才記得我有提到說 可以用W的方式來用字 那我可以用D 3 W它就把三個字剪下來 然後 P貼到這個字後面 大家可以試試看 DD 然後 DD Y P 然後呢如果我要減加三行的話 D3 D 一次就會減加三行 然後就一樣P加P上去 做這個的時候 你可以加上Send IU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你要需要減加幾行 比如說這一整段 我需要減加四行 5D 4D 然後到別的地方去 再P P可以讓你去 那樣子 好這個反順是非常非常好用的東西 請大家可以記 好 P加大概 只會移動 P加W也不太會用 然後就是靠PD用來 然後過了好奇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 有點常用的東西 叫做GG等於G 可以的話請大家稍微請得 但是他需要做一些配合 然後 比如說呢 嗯 這邊是一個 他 你PCL 這個 不安定的配合 然後他做的是這個GG 等於G 他做的是什麼呢 你按小寫的GG的話 他會跳到 文件的開通 大寫的區 會跳到文件的尾巴 然後等於的意思是說 要做縮盤 所以如果你的程式碼 比如說HTML 或什麼東西 你有縮盤縮好的話 你如果這個地方沒有設定它 你可以利用去G 對 G這個東西來 去整個文件做鎖碼 異例就是說 不管文件 居然不然是什麼樣子 使用這個東西之後 都會幫我做一個 看起來還不錯的 對 對對對 是的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蠻常用 但是如果你沒有設定的話 他就會很悲懼 那比如說會變成 他把縮盤給文件取消掉 他就會變成PG 那可是如果說你可以設定好文化 事實上他可以幫你把整段文件做完 的排版 然後這算是很好用的 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 那他是 他要不要 他適合他的軟件 譬如說Python的話 這樣EVAX 會不會 他體會這樣斷文件 有可能 如果你沒有設定好文 確實有可能 因為這個算是很好用的東西 如果你電腦上 通常有狀好一些 人大陸多生分 算是很好用的 同學 那這邊先 提供給大家參考 因為這個算是 我有一個 之前有一個同事 然後他用VIM 他只用最基本的 就是IG去練習 然後另外一個 他最常用就是這個 因為他寫成 只是把寫太醜了 所以他一定要 自己讓VIM 開版 請教一下 我現在有個需求 我不知道怎麼做 譬如說 可能 我示範文件 講說是TAP 很可能 是要交給某個 用某個程式 要做Input 後某我想要做 會有什麼 他又變成固定難關 那有沒有什麼好用工具 把TAP換成固定難關 但是 但是固定難關的話 還是 沒有 他其實是定有的 VIM一定有的 就是 只是 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做 每次都會是這樣 你只要知道英文的話 就 知道了 這句話 TAP STEP STAP STAP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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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所以還是慢慢炫一下 對不對 好 那VI線到這裡 花時間不夠 那這邊其實VI這個東西可以講很講超久 曾經我曾經在上海參加過一次微軟工程師舉辦的 然後那一次就是幾個Linux朋友在那邊跟他們炫耀 我們VI只要熱滴滴就可以減下兩盒看 然後他們就說我們的計势本也可以啊 shoot按住 下下Ctrl X 然後就減下了 然後我們就沉默了 因為我不好意思要問一下而已 那我100號碼怎麼辦 下下下 可是在VI的話很簡單啊 100 D結束 減下100 所以這是 真的是 蛮好的東西 好那我繼續五塊WH 接下來其實 剛剛我記得有一個叫PASS的一個變數嗎 那事實上就是一個變數 那變數的話 基本上一個是export 一個是unset 那export 這個東西其實要花一點 時間會比較好理解 為什麼呢 我們主要是這樣子 那你記不記得我剛剛講說執行程式的時候 他會 比如說這是你的BASS 對吧 然後你會另外再看一個東西出來 這東西其實我們可以在電腦上面看到P2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知道這個嗎 沒有 沒有 欸這裡有沒有 好 可以安裝一下 P3這個東西 他的特色是他會幫你把你現在執行程式用樹狀的方式顯示出來 好那 比如說我執行的VIM 然後大家還記得剛才的工作管理嗎 我如果現在執行的VIM 我們現在人會跳到最 然後如果Ctrl-Z的話 我就再跳不去 然後這個東西不在背景執行 就是可以跟他互相牽管 那他基本上他是這樣執行出來的 可是呢 如果我在這個地方宣告變數 比如說A等於D23 那我這個地方如果我又開了另外一個FASH 請問他會知道A是多少 他就不會知道是多少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跳出空白 那如果我希望他可以計成這個損性的時候 我要怎麼做 那我就在這個地方執行Export 那他這個地方就會知道A是D23 那我這邊是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怎麼樣 比如說這樣子 我們要找我這邊設定一個變數 那變數指定的方是A等於像這樣子 那一般的話我們的範例 就是我們會盡量建議大家 把變數取名為全大型 就是像PASS這四個字也都是大型 全大型 那比如說我選AB AB等D23 那我要呼叫他的時候 前票價格前字號 那我如果這個時候再執行另外一個BASH 然後我再來一個AB 就沒好了 因為他沒有輸到 那所以這個地方我需要的就是 我要把Export出來 然後呢 他就有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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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你說他會不會把之前的AB Cover 對 會 會 他沒有 他沒有 像這樣的話 這邊是 可是 大概是 一二三 就是你蓋掉的話 你也只能往下蓋 不能往上蓋 你如果往上蓋的話 就會出現很恐怖的問題 就是 我這個地方我先蓋 改PASS路徑 然後去一路改到最上面的PASS路徑 然後下一個人登陸的時候 他就會用到我 我剛改的PASS路徑 那就出問題了 所以他只能往下蓋 只能不能往上蓋 那如果我要把它取消掉的話 就是 這個地方 就沒了 UNCET就是把它取消掉 然後搭配些是 他那個 變數 請問如果就像UNCET 他可以有 這個變數會不會到哪 什麼時間 不會 就是一直存在 就一直存在 所以這個PB 就一直存在 對 就一直存在 除非你UNCET 他有記錄在哪裡 他有記錄 他通常是記錄在記憶裡面 你如果要看的話 你可以看 SET和EMV SET可以看到 你現在所有的 有沒有 所有的變數 在這裡 還有另外一個是EMV 像這個東西就是 他是一個 做出來的一個Function 然後還有EMV EMV EMV就是他變數 他不能看到Function 可以看到這裡 比如說像 像Home Copital Home 然後 SSH 沒有 沒有的話 就是說 你用哪個東西來收入你的 郵件 PWP 就是現在的 那Editor就是 編輯器 就是說 你如果用Git 跟你說 你如果用Git 去Commit的時候 你說話開始編輯出來 那他通常會 這個東西 但有時候 有可能 不會 就是要看 不同的 做一種 五個不一樣的做法 好 那那PASS 我可以直接去編輯嗎 PASS 可以去編輯嗎 可以可以去改 當然可以改 那等一下我 你編輯是指VI 你是用指令 請問你的問題是 用VI去編輯配置 還是用 PASS 可以改他 當然可以改他 比如說我現在的PASS 長這個樣子 我要在前面 加上一個HOME 那我就好 好 那我就是 那我就是 這樣子 把他摘到一個地方 然後 有 另外一個做法 也是類似的 就是 除了這樣 因為有時候我們 後面可能會加東西 那PASS 那PASS 比如說後面 又要加 什麼 那他可能就會出錯 有時候他會出錯 那如果我擔心他出錯的話 我就這個地方 再用這個東西 打個框架 大包 打個框架 像這樣子 那因為我一直 編輯下去 所以他就會不斷的 編輯下去 像這樣子 那如果可以 要把那個前面再保抿掉 因為這樣看起來 一直在串 一直串 那我要把剛剛 新這裡進去的 那我做了沒有辦法 那可能就要用一些 其他的 比如說 SEED 或者是那種 像剛才有GRIP 那些東西去處理他 那我會 有的話 直接就要去帶一點 對啊 那你一直在做 那你去哪裡